好 来 我们接下来大概还有两个 要跟各位去提 我很快的 提完之后 最后这一节课 等一下让你们分组之后 要让你们去做发想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所谓的face comparison 就是人脸的比对 我想这个人脸比对 现在所谓的智慧城市里面 常常有在用到 那中国大陆用的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人口这么多 可以去做人脸的比对 来 一样 各位想现在的服务都很方便了 我现在把刚才周子余的传上来 这边当然是没有一样的 那我又去这个twice 这个团体也找了他们最近的照片 好 可以来看一看 这个face comparison 这个相似度呢 是99.5% 我想说就是 第一堂课跟各位去讲的 这个人脸的特征值 电脑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这两个不一样 这两个又不一样 其实怎么分辨出来的 当然啦 如果说 自公系之管同学有在做 deep learning的时候呢 可以用影像的识别这些 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twice里面 几个团圆啊 九位的团圆 这个相似度是对的 好 那很快老师再把另外一个 再把它讲完 再来就是text image 在照片里面的文字 也是可以截取出来的 但是以AWS来讲 目前它只能也截取是英文的 中文的目前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还是美国的企业啦 那当然中文最好的 当然除了我们台湾的团队以外 当然还有大陆的团队这些做得都不错 这个是在照片里面的文字 你可以把它截取出来 那当然我们最后一个 各位看到这边一个叫做new 它叫做PPE Detection 什么是PPE呢 来看一下这个很符合时事 这个文就不用讲了吧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保护的 那现在很流行嘛 你进卖场到什么地方 你有没有带你的这一个 它叫做Face Cover 这个Mask 你这个口罩有没有带 你没有带你就不能进去 那你想想看这个还包含了什么 手套 这一个head cover 也就是这个安全帽 这些你看AWS新的功能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借利死利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你这个叫自行去开发 旷日费时 对不对 那也一样 它可以看到有没有它是这链 你直接可以去找Go 我就是要看哪一个 那一样 它会跟你讲它有没有符合 这边True 对不对 那一样可以看到它的Response 就可以传到你的 而且它左边的手 我右边的手都可以 各位可以知道 好 各位可以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大概要看一下它的Pricing 当然你会知道了 所以这样子 我要去用的话会花多少钱 好 看一下它的三种情况 Image 那video我现在就 等下还有一个video 待会也跟各位去讲 Image的定价你可以来看到 它是怎么算呢 当然啦 各位如果说你目前现在 它有free的软体 就可以让你为期用一年了 看它的定价表 你看到没有 它是每个月可以处理一百万个影像 每个影像是多少呢 大概它跟你讲 大概一千个影像的价格是一块钱美金 便不便宜 便不便宜 说便宜也便宜 说不便宜也不便宜 为什么 当你量大的时候相对 可是相对 你有一千个客户的时候 你有一千 你有一万个客户的时候 相对于你的app是不是会更好 对不对 其实相对很便宜 因为才0.000 我们观看一千个 它帮你去recognize 一千个照片只收你三十块 对不对 你一千个影像 你可以做多少的事情 可以服务你多少的客户 对不对 才三十块钱 好 那所以说呢 这边各位可以知道 现在像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像比如说你看你 你的穿流不息的人 你是不是可以去做 你没有戴口罩 就警报亮起来 你不可以进去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目前来讲 AWS在face recognition里面 这个recognition里面的一些的应用 那最后一个场景就是video了 那什么是video呢 video就是我们连续性的照片 那这个是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照这个影片传上去 但是因为它在web上面这些传上去的时候 好像不可以超过一分钟吧 不可以超过一分钟 所以你们就自己去找找看 你们自己拍的一些视频传上去也可以 那你说老师超过一分钟的怎么办 他就是借接他的API SDK 你可以传超过一分钟以上的照片 可以传上去 好 这边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影像分析完了之后 他会跟你讲他有很多的状况 其实也讲穿了 他就是一张一张的可以去帮你做分析 有两个人物 然后做了什么 celebrative就是刚才的名人 这两个都是他们AWS的大头目 然后物件有哪些的物件 这个椅子啊 furniture啊 这个ray 好 audient啊 这些都是他的 好 看到没有 这边就是老师刚刚跟各位讲的 分析完的资料 他可以传承Jackson的格式给各位 Jackson的这个程式码给你 你就可以截取你想要的资讯了 那这边有个叫做刚才不当的资讯 不当的资讯是不是有色情啊 暴力啊 这些他这边看到是没有 所以说影片呢 他也是可以做刚才在照片上面的 这些的分析 好 这两个 所以他已经分析出来 这是他们的老板 老板当然要分析的清清楚楚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先结束今天的这个课程 好